世界上最危险的水上滑梯 人在前面飞 魂在后边追 皇家激流 它是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处水滑梯 它一共有四个滑道 滑道是参考竞技自行车的赛道设计而成 坡度一个比一个高 在滑道的末端呢 还有弧度 游客滑下来时呢 在重力加速度的带动下 将会被带到空中 能让游客在空中停留几秒 然后再从空中落下 如果入水的方式不正确 可能会受伤 非常的刺激 因此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也有人骑自行车来滑行 黑洞游客滑下去时 洞口像一个深渊巨口 吞噬游客 而洞内布满各种各样的彩色灯光 让游客产生穿越时空的感觉 甚至有人说呢 灯光让人产生一种眩晕感 但危险的来源呢 不仅仅是滑梯 而是来自他们的工作人员 黑洞水滑梯滑完 需要23秒 而工作人员却每隔20秒 就放下一波游客进来 而滑梯是呈现螺旋状 时常有前面的游客还没下去 后面的游客就滑了过来 相撞在一起 进而导致游客因此受伤 就有一名游客 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最终游乐园赔付男子170万美元 因萨诺水上滑梯 他位于巴西的福塔雷萨海滩公园 他的高度达到了41米 而且他的滑道角度接近垂直 在往下滑的时候 速度能达到每小时百公里 只需要4到5秒就能到底 这种往下滑的感觉 就像是高空自由落体一样刺激 这种刺激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 而他的速度和接近垂直的滑道 让他被誉为最危险的水滑梯之一 水上滑梯导致男孩惨遭斩首 世界上最危险的水上滑梯 有多危险 疯狂 他位于美国地堪萨斯城的一座水上乐园 他的高度达到了51.38米 而且滑道和地面的角度非常接近于垂直 如果从上面滑下来 其速度能达到每一小时104公里 非常惊险刺激 因此吸引了很多的人前来游玩 但他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 游客游玩前都会被提醒 这项活动是有危险性的 虽然如此 仍有很多的游客在游玩途中受伤 甚至有一个10岁男孩 在滑下去的时候被甩到半空中 小男孩在半空中被用来防护的金属防护网 斩首 不幸死亡 鲨鱼水上滑梯 从外表上看 它和一般的水滑梯一样 当你去体验它 就能感受到其危险 在水滑梯的底部水池中 饲养了很多的鲨鱼 虽然说水中都是鲨鱼 但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在水下使用透明的管道隔开 在游客体验水上滑梯时 既能体验到滑梯的欢乐 又能近距离的观察鲨鱼 让你感觉鲨鱼触手可及 为了更刺激 还会往水池中扔食物 让鲨鱼争抢 甚至能看到鲨鱼张开大口 向自己咬来 人体炮弹 它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处公园 在前半段 它和一般的水滑梯一样 它的后半段 就是它的危险来源 该滑梯的出口 被安放在水池上三米的位置 和水池的垂直落差很大 游客在滑梯内下来时呢 速度还是很快的 出来时就像是炮弹一样被抛出去 就导致经常有游客在落水时受伤 不是在玩水 而是在玩命 你知道水上滑梯 能有多危险啊 极限水环 它位于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 它有四个大角度的管道 每个的滑道在中间呢 都旋转了一圈 由于中间要过弯道 在开始下滑时 要先经历一段高速火冲 其速度能达到每一小时60公里 以此来获得足够的速度过弯道 让人感觉非常的刺激 同时因为弯道的存在 经常有速度不够快的游客 被卡在弯道处 他们被卡住后 还有不知情的游客往下滑 导致他们相撞在一起受伤 蝎子尾巴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处水上乐园 从外表上看呢 它的滑道像是蝎子的尾巴 它大概有十层楼那么高 其滑道有近122米 起步前的一段滑梯呢 是接近于垂直 刚开始时 脚下的活动阀门会突然打开 让你感受自由落体的快感 然后顺着滑道起起伏伏 最后被惯性抛弃 落入水中 炮弹循环 它是一座大型的封闭式滑梯 能让游客在里面体验到 炮弹出膛时的旋转 但这种滑梯的设计 有一定的缺陷 不同的人在里面的速度不同 会导致一些人因为速度慢 卡在里面和后面的游客相撞 在正式开放前 游乐园用假人对齐进行测试 结果假人头都掉了 然而游乐园为了利益 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开放 仅仅开放一个多月 就造成数十名游客受伤 于是在开放一个多月后 就被关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